人员招聘 招聘流程图 绘制招聘流程图 新建招聘流程工作部 单击插入选项卡插图组中的形状按钮 选择矩形栏的圆角矩形选下 在合适的位置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拖动鼠标绘制圆角矩形 单击插图组中的形状按钮 选择线条栏的箭头选下 按住Shift键不放 在圆角矩形中间控制点下方拖动鼠标 绘制直线箭头 单击插图组中的形状按钮 选择线条栏的直线选下 按住Shift键不放 在合适的位置水平绘制直线 以同样的方法绘制其他需要的图形 选择第一个圆角矩形 单击鼠标键 选择编辑文字命令 直接输入标题文本内容 外部招聘流程 鼠标单击形状外的任意位置 推出文字编辑状态 以同样的方法为其他形状添加对应的文本内容 这是并且用笠标策的方法 就说明信用笔记 如果你有届肚或其他形状态 最后的图形状态 全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你觉得这个选择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并且恶新的另外一会 像线调的一样的部分 是并且统择开竞的一种 设置形状文本格式 在第一个圆角矩形形状中选择文本内容 在开始选项卡的字体文本框中输入微软哑黑 在字号下列列表中选择十字选项 单击加出按钮加出文本 保持文本的选中状态 在对齐方式组中单击居中和垂直居中按钮 单击其他任意地方退出当前形状文本的编辑状态 以同样的方法为其他形状中的文本设置对应的字体格式和对齐方式 两个圆角還计制底划 终要被对齐方形状ル上 MOOTSa 可以开锁线坊 按住Ctrl键选择所有直线和箭头形状 在格式选项卡行众样式列表中选择出现强调颜色3选项 为直线和箭头形状应用了选择的样式 选择外部招聘流程形状 单击形状填送下来按钮 选择蓝色个性色1深色50%选项 再次单击形状填送下来按钮 选择渐变命令 选择深色变体栏中的从右下角命令 保持外部招聘流程形状的选择状态 单击形状效果按钮 选择预设命令 选择预设3命令 再次单击形状效果按钮 选择阴影命令 选择偏移下命令 以同样的方法对其他形状进行样式设置 调整形状大小和位置 选择通知后选择面次形状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形状的左侧中间的控制点上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向右拖动鼠标将其宽度缩小 以同样的方法调整直线形状宽度 按住Ctrl键选择所有的直线和箭头形状 在旗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置于底层命令 将直线形状置于矩形形状的底层 按住Ctrl键选择校园招聘 现场收集筛选简历通过和通知候选人面次形状 单击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的对齐下按钮 选择左对齐选项 按住Ctrl键选择所有招聘流程形状 在旗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组合组合命令 将所有招聘流程对象组合为一个整体 打印招聘流程 单击视图选项卡 取消选中网格线复选框 单击分页预览按钮 进入分页预览视图中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蓝色的外框出线上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拖动鼠标向其左方调整直到合适 以同样的方法调整最外面的蓝色框线 向左移动直到合适 单击文件选项卡 进入文件菜单界面 选择打印命令 在打印界面中设置打印分数 单击打印按钮 拖印按钮 词练可行